很多的臭本呢 喜欢我手里面拿的这种东西叫血蝇 但是它总养不好 有的话说老外血蝇怎么那么难养 它不是血蝇难养 我跟话们说一下 你不能从哪买到血蝇 第一步收到手以后呢 你去摸一摸这个盆土 它如果说潮乎乎的 你就别管它 你放到一个光照稍微有的 但是不要强的地方 你等它干了之后再浇 这个玩意儿害怕什么呢 害怕缺光的时候水大 明白了吗 不用给它强光的暴晒 当然了 你如果说光线很好的话 也可以去晒 但是你最好是等上一个礼拜左右 再去全日照 明白了吗 摸摸盆土永远都是那样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如果没有光照 这种你虽然说看的是花叶的 其实说白了呢 就是缺乏叶绿素 就跟人一样 你看我这个白头 缺乏黑色素 到了上面缺乏叶绿素 当没有光照的时候呢 很多的叶子就不好了 所以说洗光 如果你强光暴晒的话也可以 但是呢 一定要摸一摸盆土 干了再浇 不干燃就不浇 明白了吗 可以全日照 还有一个点就是怕冷 一般低于五度 它就冻得发黑 你浇的水多就不行了 一个是冷 一个是缺光 一定要控制浇水 就是它不喜欢水大就完了 明白了吗 换盆可以 一定要记住 干了再浇 任何时候都是 不干燃就不浇 换了盆也是那样 换盆以后 你可以等它干一干 稍微干一干再浇 这个玩意很少有汗死的 基本上都浇死的比较多 明白了吗 千万千万把我控住了 喜欢吗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呢 叫雪莹 也是长春藤的一种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吃不